今天晚上就吃这一盆了 穿上的脚感真的是挺舒服 哇有院子的气口啊 我昨天晚上又烤了一些橙子 我想说一定要来买新班课 天呐我们的树 今晚的麻辣香菇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金针菇 它其实是蟹肉棒 只是全部都炒散了 然后里面好多东西 芹菜 莴笋 木耳 鱿鱼 午餐肉 土豆 甜椒 洋葱 香菇 还有点点肥牛 这边还有一个凉拌黄瓜 刚才我还做了一个饮料 里面是蜂蜜清凝 然后加了点百香果 茉莉花茶 超级好喝 很清爽 今天的晚饭太爽了吧 这两天我们开始吃糙米brown rice 然后觉得好像还可以 我觉得它煮饭的时候 电饭宝出来的味道不是很好闻 但是吃起来还蛮香的蛮好吃的 怎么样好吃吗 很好吃 地儿都比这个火锅差 这差不多就是火锅了 这个大家难道做这个叫什么来着 鲜肉棒的时候就是连着包装一起吗 因为不一起的话全部变这样了 但还是一样好吃 终于回家了 哇哦 那么大厉害 我在做伯伯鸡 家里没有签子了 所以我就只 铁签 thousand Borjaczi 铁签算了吧 要选放在里面 然后我就只穿了 这么一点 剩下的就直接放在这里面 吃 Smg 反正就我们两个人 你有太临泽了 现在 Horviband 晚上就吃这一盆了 天呐 这是我买的那个 泵泵鸡的调料 然后我用了 外国超CRitoral鸡肠 用雞汤调料 我把它稍微加热 把它煮熟了一下 还没等它凉 现在 就它不是特别的冷 就还可以 我看别人推荐说这个蜂蜜蛋糕好吃 我刚给它拆开 这看起来太舒适了吧 天哪 我今天早上吃两片 这蛋糕是不是看起来好棒 早餐 来开个包 我的手机壳终于到了 我买的这个也是还蛮火的一个 很像一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镜子 我手机 哇塞还不错吧 这我的手机是pro的 然后巨大一颗 加上这个壳就更大了 还蛮喜欢这个的 这是什么 这个牌子的彩妆 这是他们寄的PR的产品 它包装是一个小包袱一样的 好可爱 这是我选的一些 就他们家还蛮火的东西 它是那种腮红膏一样的 然后他们家应该是Clean Beauty 我看到他们家 之前就是蛮火的 这个好像是他们很好用的一个高光棒这样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底妆产品 可能要试一试才知道了 然后最期待的应该是他们家的这个唇膏 感觉非常的好用 它这唇膏很漂亮 Taupe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带棕调的 还不错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这个稍微更粉一点点 可能日常吧 他们家的睫毛膏也蛮出名的 因为第一次用 所以我选了一些他们家 比较有口碑的产品 然后用一用 再跟大家说哪些好用 好香啊 这个椰子汁煮开了 它这个味道 20分钟开饭 好 来了准备开锅了 好 先喝点汤 看几元气 一口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多煮会儿 有还有人在等 今天准备去吃早茶 午茶 现在都已经一点过了 人还是挺多的 周末买的 很肯定多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擦粉的凤爪 这个是叉烧的啊 嗯 这要蘸一下辣酱吧 嗯 嗯 尝尝 嗯 好香 嗯 嗯 叉烧的 开心 嗯 这样子牛百叶 对 好脆 刚才我们吃完饭 然后再搜那个奶茶 但是之前看到这里 看人家一方 我都不知道 我第一次喝 我本来想点 应该是羊枝甘露类似的 但是它现在没有了 给我推荐了一个这个葡萄的 他说是用新鲜葡萄做的 里面真的可以嚼的那个葡萄 我喝水果茶的时候 喜欢在里面加一点爱玉 我觉得那种糯糯的口感很好 你点了什么 我点了一个甘蔗青 什么青山茶 就是bent的味道 嗯哼 我们接下来 买菜 对 我们接下来要去超市买菜 我们已经很久没去 就是逛了实体的超市了 有没有 可能有两周 对 终于要出来买菜了 我要去超市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我入的两双冬天的黑靴子 然后这两双呢 都是我在Louisa Villaroma上面入的 然后感谢他们赞助今天的视频 他们也是我视频的老朋友了 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UGG的这样一双短槐靴 就去年就很想要买这一双 穿在脚上呢 一个是它后跟那个地方 其实是包裹住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因为它没有 就是他们基础款那么高筒 所以呢它是把脚踝这个地方 稍微露出来一点点的 如果你穿一个牛仔裤 稍微跟它有点距离 或者是紧身的那种牛仔裤 都会显得小腿那个地方的线条 比较好看很细 另外这一双来自于The Row 然后它的价格呢 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我真的也是看了它很久了 然后我觉得它是The Row的鞋子里面 非常经典的一双 这个之前呢 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冬天呢 也是想要穿这种平底一点的 但是它其实是比较增高的 然后像它的靴头呢 并不像很多冬天的靴子一样 会做的特别大 我感觉它整体看起来 还算是比较秀奇一点的 但是它有那种酷酷的感觉在里面 前面有一个拉链的 收到呢 也真的是觉得它的这种皮质 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是很扎实的感觉 做功课的时候呢 也是发现很多人说 它这个拉链很难拉 确实有点难拉 然后很多人说 靴筒这个地方 其实是系不上去的 小腿这个地方会有点卡住 但是就算你稍微拉一半这样穿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 也不影响走路 然后它里面也都是整个全皮的 我感觉会是一双穿旧了穿褶了 然后它都很好看的经典的鞋子 接下来我们就上脚试一下 先跟大家看一下 UGG的这个靴子 这种丑乖丑乖的感觉 然后我平时穿七码 UGG的鞋子 我也是穿七码 非常的合适 其实我自己平时可能拉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我里面穿了一双很厚的袜子 给大家看一下 全部拉上去 其实可以拉上去 但是这个地方真的很紧 走路呢不是那么舒服 如果大家腿细的话就忽略 但我没说 我觉得我平时穿呢 可能就是差不多拉到这个位置 它穿上的脚感真的是很舒服 我觉得走路呢也不会很累 而且它这个后底呢 其实不是那么夸张的一种感觉 换了一条紧身一点的牛仔裤 我就把牛仔裤可以塞在这个靴筒里面 它就会把腿这里的线条 然后拉得很长 然后现在踩了一踩之后呢 我真的觉得就是 虽然它靴子本身比较重 但是穿上真的还好 完全不影响就是走路啊什么的 就是很轻松 然后因为这个鞋子呢 就是The Road的经典单品 所以是没有打折的 然后它断货呢也很快 但是呢我在Louisa Villaroma 他们的网站上面找到了 我自己的马术 我买的三七 我觉得马子也很正 然后我稍微穿厚一点的袜子呢 也能穿进去 给大家参考一下 虽然它们有参加折扣 但是Louisa Villaroma 它们不管是从双十一开始 还是接下来的黑五 都会陆陆续续的 有很多的活动 今天我还看到它们网站上 有一个六折的活动 很多大牌都参加 大家如果比如说 买冬天的鞋子啊 羽绒服啊什么的 都可以上去看一下 然后我在北美这边下单呢 每一次差不多不到一个礼拜 就能收到货 它们的免费退换货服务呢 也都非常方便 然后我会选一些 当下我觉得还蛮好看 蛮值得入的单品 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俩每天 你看我穿多少 然后你看你穿多少 我们来吃一家新的这个拉面 叫Marufuku 好像隔壁有一个什么甜点啊 好多人排队 拉面来了 感觉好像还不错 看这个肉多酸 吃饱了我觉得还不错哈 今天这火是点不燃烧起来了 今天清了一拨衣服 然后超级多 对正好来这捐了一下 冬天的衣服拿出来准备过冬天 就这边买 这里好多人 真的生意怎么这么好 就很多人过来捐东西 可能换季 是不大家都在清理自己的衣柜 今天我们准备吃拌饭 这个地方就是一些配菜 豆芽 然后刚才迪伦在外面炉子上 烤了点牛肉和卤笋 做了个汤 然后准备把菜全拌到饭里面 这个是好久以前买的一个拌饭酱 对 哇塞 开始吧 首先再摆个盘 我记得之前我们是不是都是要拿个刀 然后切条 切什么条 黄瓜条 因为没有擦的 现在擦的好方便 擦的好方便 我现在觉得一 但是够不够啊 不够在哪吗 那还有一点是不是把用完了 今天 你看我的 不知道够不够咸呢 那个 我忘记的上次了 东风 嗯 擦什么 我擦了 拿个紫菜包子吃 一人一半 嗯 好吃 一坨牛肉 我要来一口泡菜 哇 你看看一口 嗯 简单清冰箱的食物 我今天准备烤一下橙子片 因为我昨天下单了一根圣诞树 应该是明天就快到了 这周就要把圣诞装饰拿出来弄一下 可能再需要一点橙子片 然后因为这次我买的树比以前的要稍微大一点点 想说再多做一些这个 而且后期包礼物什么的啊 装饰什么的都很好用 正好之前经常有人问那个橘子片是怎么烤的 简直给大家看一下 这次呢准备用烤箱 还有一个 因为我们买了一个那个dehydrator 之前给狗狗买的 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用 我突然想说这个橘子片可以用那个dehydrator来烤 应该速度更快一点 来了 哦 放哪儿 就放那儿吧 对 放那边可能 因为要好几个小时呢 应该 这是我现在切的那个橙子片 有的呢比较厚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做那种圣诞装饰 比如说就全部做橙子片的那种garland 可能稍微厚一点呢效果会好一点 那如果比如说你包礼物的话就切稍微薄一点 我觉得大概的厚度在0.5厘米到1厘米是比较好的 然后现在呢我的烤箱设在200度 然后我们给它放进去 先让它烤一个小时 先让它干一点 大家看到我切的时候 其实我有用厨房纸把它擦一下 因为这个橙子挺水的 我想让先把表面上的水稍微擦干一点 200度或者180度 这个Fahrenheit就差不多了 感觉那个温度高的话 那个橙子很容易烤糊掉 温度低一点 然后需要长一点时间去烤 这样我觉得橙子烤出来比较漂亮 然后也不会糊 整个形状圆圆的保持的也很好 对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之前是推荐半个小时看一下 但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一个小时 你敢拿出来 翻一个面 让它烤一下 重新再放进去就好了 就是要不停的check 差不多要四五个小时 我们今天看一下需要多长的时间 现在是差不多烤了两个小时 你看它其实感觉稍微干一点了 然后你看它的皮皮这个边边 整个还是很平整 也没有翘起来什么 现在给它翻一下 继续 等得好好 这有一盆切牛花 全部都开花了 漂亮 地上都是落得它的花瓣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第一颗火龙果花 它是我发现的 它这个只开一晚上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就要开了 对它每天都在看 这个里面要人工授粉 我们晚上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火龙果的花 是长这样的 很大是我的手 对很大一颗 开了我们就有火龙果吃了吗 火龙果太贵了 火龙果自由 被扩大规模过 你说你有种了有一年了没有 有 今年 我记得种的时候才这么高 第一颗花 天呐太珍贵了 这个差不多烤了五个多小时了 然后里面有一些这种薄一点的 我觉得应该好了 我想先给它拿出来 怕它会烤太干了 这种小一点的 这些都还可以再烤 因为今天我们有电工来家里 所以下午呢 那个电断了一下 那个dehydrator 比这个烤箱要慢一点 但是你看这是我刚刚拿出来的一片 哇 现在变好饱好饱 但我觉得它跟这个烤出来的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是烤箱烤的 然后这个是dehydrator搞的 感觉好像更干一点 然后更像果干的感觉 这回必须好了 还是烤箱烤出来的 橙子太香了 这种就是烤的我感觉有点过了 然后这种稍微厚一点的呢 你看其实烤到最后它也变成这样了 今天我准备早上要去逛一下 圣诞节那种装饰的商店 我想说一定要来买星巴克的节日限定饮品 我点的是那个Chesna Praline Latte 哇天哪天哪天也棒了 卡路里的味道 还有个早饭 早饭还没吃 今天中午迪论已经回来了 然后准备煮面吃 新开的陈克明银丝挂面 今天正好有鸡汤 所以准备鸡汤挂面 我估计我还是会放一点点辣辣的调料的 要说今天是几条面 然后我说我可能还是要加点辣椒 然后我也说了一样的吗 对 豌豆丁 我们等下去冲浪好开心啊 今天早上吗 没有人见过 假的 你不要小看 Hobby lobby 舒服 随时人都 而且今天我觉得比之前人还多 三个结账的line都排队 它Christmas什么都上了 11月份开始买吃饭 我小时候就是中午经常 饭吃饭就这样吃了 而且我爸都煮白面 哇哦 放点这个辣酱 哇那个味道来了 有了有了 这都是调料 立马搞成了 堆满了 哇 吃完干活 再来点这个 被老干妈养大的 风味糟辣 什么叫 老干妈有个辣子油 就是里面花生干辣椒那种 我先就拿那个配干饭 真的假的 太香了 这才对了 圣诞树到了 这也太快了吧 我们前天下蛋的今天就到了 刀在我是不是放上放起了 这也是我今天的Hobby lobby 买的 不过我们今天先把这个树放起来吧 你跟他说我们买了个新的树 就是之前的那棵假树 不是当时买的不是特别好 不太懂 其实现在也不太懂 我其实想买另外一个牌子 但那个树太贵了 哇 应该不难拼吧 我觉得 天呐我们的树 还不错哈 我觉得它那个灯有的地方不够 我可能之后再加一点 然后之后慢慢再开始装饰吧 今年我们准备把树放在这个地方 天 yes 这个是我们里面的灯 好 这个是秋天的盒子 对放外面 然后待会把秋天的盒子收起来 天呐 天呐 应该还有很多吧 夜开始 慢慢来吧 你先搞里边吧 会 昨天去超市 然后我看到这个 就应该是Emma Chamberlain 你看也是个youtuber 然后他出的咖啡 然后好可爱 我觉得包装 然后他这种呢 是冲泡的那种咖啡 我要说买来试一下 然后我买了一个这种variety pack 就是他里面什么都有的 他好像比较有名的是他的这个 好香 我先来试一下 挺淡的 再放一下吧 好像是在Costco买的面包 看大家说 就这个面包要配cream cheese好吃 我来试一试 就很像可能欧包的感觉吧 还有一个鸡蛋 这是我今天的早餐 嗯 我昨天晚上又烤了一些橙子 然后这次呢 我是把它放在DH这里面 直接晚上165度烤了8个小时 这次就超级的干 我很喜欢 然后你看我现在就是新做的这个 它直接穿开之后是那种脆脆的 而且这个就完全不黏了 我上次做的那个呢 可能没有烤那么干 就还有一点点那种糖分的感觉 如果大家有DH的话 我觉得可以直接放一晚上 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用了 特别棒 上次我穿的时候呢 可能没有那么干 然后整个这个绳子上 有点沾到那种糖分的时候 穿起来很麻烦就很黏 然后手上也会黏 但这个完全不会了 这个绳子都是不错 今天迪伦找的就是清理火炉的人来 因为最近比较冷了嘛 前两天试着点了一下火炉 发现稍微有一点烟 然后查了一下说好像每一年都要清理一下 这个炉子里面的烟灰 特别是那个烟囱上面的 就在外面做一下 因为里面有点炒 大家可能听到有点炒 一杯小奶茶 就是用的乌龙茶 不甜的茶底做的 然后加了一点炼乳 然后加了一点新鲜的牛奶 这个奶味太浓了 刚才丢了一点受不了 但是我好喜欢 特别坐在外面 现在有点阳光 然后喝个这个好舒服 大家看我后面晒的萝卜 晒的好像差不多两天了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我也不知道 我们到时候来看一下 这里多喜欢吃 这个是你吗 我喜欢吃这个饭头的 这个好看 这是什么 这是毛线球 这猫衣的 对 这是什么啊 你说这个挂在我那个上面 应该很好看 对吧 大大的 买两个 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们 这是放在生产树上面的那个灯 我们上次来都没有 等一下 我们买的哪一个 我们买的是 我买的这个 对 多好看 其实这个天使也蛮好看的 哦这个还会 这也太 这像不像夜店 这个我去年找了半天找了这个 哦对 记得 去年跑了好几家店都没买到 哎 这个可以很好看吗 放在面子里面 看眼睛 哦真的 有点恐怖 这是万圣节的吧 我们今天来买了室外的灯 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梳子的 知不知道它有一个隐藏的机关 我那天看到别人分享 我才知道它这个是可以取下来的 然后它这一头呢 是这样 就这种尖尖的 所以如果你头发就是发上面要分 分杠啊 分边啊什么的 可以直接用这个尖的 还有一个用法是 看这书子上面不是有很多头发吗 这样就可以把头发弄下来 我可能用了有一年了 我都不知道有这些功能 这个小东西 你们都知道吗 你看 好 看 好 我可以做的 我昨天做了一个这个酸菜肉末的米线 挺好吃的 所以今天又做了一次 但是没有米线只有面了 还是就是刚才方法 大家已经都看到了 材料也挺简单的 酸菜太好吃 跟就是那个味儿 酸菜肉末 然后下面我放了榨菜 还有葱什么的 调味就是比较简单 因为这些材料里面都挺咸的 那个剁辣椒 本身就有盐味 然后酸菜也都有盐味 所以大家可以先不要放盐 大家有空瞬一下吧 开箱一个Sephora 今年Sephora买的东西很少 买了一个面霜 还有一个眼霜 就想说冬天的时候可以用 捕获的两个海盐洗头发的 他们换新包装了 现在变成这种玻璃罐的包装了 但是里面东西还是一样的 用习惯的这个不用真的很难受 所以我就又买了两个 这个是Use to the people的一个面霜 无水保湿那种吧 然后我就是买了三个这个牌子的 应该是眉部产品 他们好像就是做野生眉 蛮有名的 试一下它的眉笔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它的颜色 到底是哪个比较好 这是medium 然后这是dark 可能这个比较适合中法一点的 可能这个蛮适合我的 觉得好像还不错 可以试一下 这是两个送的东西 还有一个分体的截面 就这样Sophara开箱 这周的vlog差不多就是这样 下一个视频会给大家看我们家的圣诞装饰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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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